要睡了吗 嗯 小家伙吃饱喝足了 在玩豆冒棒 这没什么 不过家里突然多了一只小猫 我倒有些不适应了 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吧 有时候会觉得 陪伴 其实也是一种负担 嗯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 我想过两天 把他送养 想征求你的意见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可以放在他身上 与其这样 不如把他送到一位有经验 也有爱心的人那边照料 你觉得呢 你想收养他 哦 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找到合适的领养人需要时间 在这之前 我们一起好好照顾他 这段时间 你可以练习做个新手妈妈 等到你考虑充分之后 才决定要不要养他 我陪你去 顺便可以去宠物店 请教养小猫的方法 我相信你 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去公司接你 晚安 请教党 明天我去公司的光景 买现在